妮可今天又要换双新鞋了 师傅先用钳子把脚底磨平的提铁拿下来 由于马儿的指甲非常的硬 所以只能用锤子敲打着刮刀 把提底表面长出来的指甲敲掉 再换成单刀把崎岖不平的地方刮平整 然后用钳子把三角叉中间突出来的角质剪掉 这角质摸起来又厚又硬 再用钳子沿提甲边把长出来的指甲剪掉 然后用搓刀把提甲表面底部提区不平的地方打磨平整 基本轮廓就已经全部修好了 另一边师傅再给它打造一副新的提铁 这提铁将近两斤重还挺沉的呢 然后师傅把刚烧好的提铁放在提甲底部烫 假使具有杀菌的作用 感觉妮可要腾晕架雾飞起来了 可事后就可以放进凉水冷却定型 最后再用钳钉子把新的提铁固定在提甲底部 钉子都是从指甲表面出来的 然后再用钳子把露出来的钉子剪掉 再用按压钳把钉头压弯 最后再用搓刀把钉尖打磨光滑以防刮伤马腿 看妮可舒服的嘴唇都松弛了 最后再给提甲表面擦上一层护体油 可以保护它的提甲有光泽 好了师傅带她出去跑一跑 看新鞋合不合脚就可以了 妮可你鞋子亮了都反光